那么你个人觉得经历了这两个月之后 就我们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会越来越高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至于信不信任的话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评判吧 就是信任与不信任也好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 关系不大 就是我可以信任他 下次会处理得更好 但是就是说 那他也是要围绕一个总方针嘛 那其实最高层的指示 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权利去说去反对的 我听说过人家打电话给政客 然后说你能不能就跟上面反映一下 我们的真实情况 然后那政客就说 我跟上面反映的话 我明天就要没工作了 大概这么个事吧 我觉得政府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在我需要的一些地方 政府都有满足我一些需求 我觉得这没有对我造成特别大的一些困扰 可能一样的 而且最超软 那 most 我然后你 所以我那个